缤纷秋冬就在高雄的系列活动 由NTV频道与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合办的演唱会打头阵 多位知名歌手乐团轮番上阵也害翻了港都业 缤纷秋冬就在高雄系列活动首场音乐盛宴 NTV摇滚音乐派对 国告晚间于时代大道登场 包括谢金燕 柯友伦 戴爱玲等知名歌手乐团轮番热唱 吸引大批民众一同摇滚 高雄市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 高雄市是一个爱唱歌的城市 高雄市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城市 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举办演唱会的场地 让我们的各位非常好的优秀的音乐人 有更好的表演的舞台 为了让各位市民朋友有更好欣赏音乐的空间 高雄市政府在104年 在我们高雄港的港湾 我们就会建造完成流行音乐中心 NTV频道今年再度与高雄市政府新闻局 攜手主办免费户外演唱会 以爱沙佛为活动主轴 抑制音乐随身听的随机播放功能 让观众永远猜不着下一首曲目 激发更多的创业组合 令台下歌迷这些妹团尽情摇摆大海 谢谢 谢谢 谁的谁的呼呼说 把我们的心声里想 你从来都说你的爱 爱永远等待 爱永远疯狂 终于我们的心灯 接下来我们还有细思奖 我们还有在刚刚主持人讲的 钢山羊肉节 还有我们左营的万年祭 还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活动 副市长陈启玉除了出席流行音乐盛会 也预告了高雄10到12月 有精彩节目接力盛场 欢迎大家拭目以待 一起来享受高雄最舒服的 秋冬季节 港东新闻物之位的志胜 采访报道